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60多岁的男性在百货公司的电梯内突然倒下 失去了意识 这时候恰好与他同乘电梯的一位心脏内科护理师 立刻进行了心扉复苏 挽救了他的生命 11月25号在The Hyundai School百货公司的电梯内 一名60多岁的男性突然向婴儿车倒下 妻子吓得不知所措 这时与他们一起乘坐电梯的一名女性 迅速将倒下的男性放腾到地上 毫不犹豫地开始实行了心肺复苏数 大约实行了一分钟的心肺复苏数后 男性睁开眼睛清醒了过来 并在安心之余互相拥抱了 之后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迅速带着去真气赶到现场 但这时男性已经完全恢复意识 可以自己走出电梯了 救了男性的这位女性 是在龙人岩市医院心脏内科工作的护理师 去年生下双胞胎后 目前正在休产假中 倒下的男性因患有心脚痛 正在服用心脏药物 因此在逝去一时后 迅速进行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会复意识的男性被送往医院接受了简单的诊断后 很快就出院 恢复了健康 哇我哭了 真的很棒 这位是生来就带有天韵的人 对于那位冷静处理情况的护理师也感到敬佩 看到他们相拥而泣的模样 我不知不觉中也流下了眼泪 能够避开孩子的头部 倒在婴儿车旁边也算是幸运 恰好有护理师在旁边也是幸运 希望他能够以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精彩的生活下去 哇 丈夫也很了不起 即使倒向了孩子 他不是关心自己的孩子 先去照顾了病人 真的很了不起 看到那位先生醒来时护理师的哭泣表情 我能感受到他有多么真诚的想要成就他 正如丈夫所说 他真的是一位令人骄傲的妻子 我认为这样的新闻才是真正的新闻 这是一则温暖且令人感到幸福的新闻 在有过住院经历后 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了护理师们的奉献和辛劳 护理师们 你们就像美丽的天使一样 我祝福并感谢你们 真心的感谢这位护理师 也感谢在世界各地的病房 现在这个时间 也在辛勤工作奉献的护理师们 演奉献的约